无论是眼睛还是嘴唇都肿到不行 被称为过敏亡国的台湾 很多人都以为是寻麻疹作祟 不过若是无预警肿胀超过48小时后才缓缓消退 并经常伴随不明原因腹痛 很可能要注意是罹患了俗称核臀病的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 一旦肿胀部位发生在喉头 10分钟内就可能致命 但是两个原则不对称的种 慢慢种慢慢消 尤其是超过48小时以上 尤其是有喉头会觉得 发作的时候喉头呼吸困难 或者肚子痛得很厉害 不要想胃肠发炎而已 有高达65%的HAE患者常被误诊 有些患者甚至需要8到16年才被诊断出来 因此一旦出现无预警反复肿胀 建议就应该立刻前往免疫风湿科进一步诊断 急救药短期益王药物跟长期益王药物 三种药物的第一线用药台湾都已经齐备了 证如都通过了 有喊病认证的人就可以申请使用 不用钱 台湾是少数有喊健疾病滑的国家 很多国家都没有台湾是 以往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治疗 都是以口服雄性素为主 容易造成女性患者 男性化与肝功能异常等副作用 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 卫福部已经通过了新型强效预防性征剂的健保体肤 定期治疗可稳定控制病情 同时免除传统治疗的副作用 最重要的是患者发作次数减少将近9成 更能够让患者找回正常生活